开火,开火,开火 到时8点 差不多3个钟 它绑络到这个程度 你说得对 真的像冰冻楼莲一样 这个可以 今天我们来到了赤尾站 去一间很红的沙冰店 城中村 这家店的名字叫喜和圈 这牌很红 哥哥说直行 来吧,踢过去 这边 你经常过来吃吗 每次半年都要说 每次过来都来吃这么捧场 有时候一个星期来三四次 基本上是这一个 叶子炒饼 对,比较真材吃 这家店的名字 这家店的名字 非常好 你喜欢这家店吗 在英国 在英国 享受 享受 好 谢谢 谢谢 小薇薇 你说你们这边最招牌的会吃 这边招牌应该来这里 叶子炒饼 有那种 绿豆虾 红豆虾 暂停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路往这里 方便吗 不是 方便 哦,哦,哦 你把明天拿成饼 我们是一个吃货小伙团 然后到处就给我们的粉丝发务吃 这个就是这个,哪里 对 刚才你们点了单 再帮我加一份红豆沙 也是两个,谢谢 店铺小小间 没有想象之中那么多人 点了几份他们这边很网红出品 包括炒饼等等 传统的东西我会点一些 新派的东西我会点一些 先试一下它的椰汁冰沙 刚才小姐姐强烈推介的招牌 椰汁味很浓 而且那种浓不是甜味 有椰汁的味道 所以你会觉得椰汁做出来的 很好吃 纯粹的椰汁 很好吃 我明白椰汁的味道 很多椰汁 每一口都会吃到椰汁 老板娘,吃不下了? 老板娘很热情 知道我们做事辛苦了 又中了榴莲 同样的椰汁味很香 但有种椰汁味比椰汁 榴莲味比椰汁味 比较浓 食材 或者还有一点点 看上去 不是有椰汁味 吃不吃榴莲味 不吃榴莲味 很滑 不吃榴莲味 就吃这个 不吃榴莲味 我给你去吃 很香 你嘗嘗 红豆渣 很香 加上有红豆粒的咬口 我很喜欢这一组 传统的味道很美味 在这边开了多久 这边开几个年了 我做这个已经做了 就今年是二十二年了 刚才因为啥 因为我们招牌就注册了 就现在有两家都已经给我们抢住了 也过来三个小男孩 就过来跟我们说的 十五万卖给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招牌就注册了 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现在就很担心 就看到三个小男孩就有点害怕了 这个叶子冰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吗 是我们来这里开燕那年 那年就是泰国叶子 就搞车价 可能是轰到比较多 所以叶子小哈叶子双平 我记得太多 我不知道放进去能不能炒 我就去把叶子水放进去炒了 炒了我就有一个男孩子 我说这个我用钱免费吃 他说好好吃 好好吃 我们就一天一天卖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后来叶子又就扔了 反正我就觉得扔得很可惜 把叶子又放进去 所以把叶子肉放进去 其实很多店都是在这里兼职 做一段时间 也不是说多好吃 也不觉得多好吃 但是这东西是比较真实 真菜实料 真的叶子弄的 吃得出来硬硬的有嚼头 那种叶子 真的叶子要扣出来的 真的是真菜实料 城中村入的一间铺头仔 我会觉得它是一间宝藏小店 为什么 因为就算是一间甜品店 一间炒冰键店 仕头婆竟然说出了这个世界上煮食 好吃的真题 就是料要足 其实你做很多东西 你知道你给足料的说话就很好吃 所以即使是一款炒冰也不例外 于是乎 我打包了几份 炒冰也可以打包 究竟可以放多久呢? 仕头婆说你没事的 可以放一会也没那么快用的 希望上高折之前也能吃到它 无论你在哪个平台看到我们 也希望你关注一下我 可以看到我持续为你更新的节目 最后请你记住,摇带七位吃光 全世界的人